哈喽,歡迎收看公民釘 今天我們就要正式進入政治當中 關於選舉的意義與功能的介紹囉 說到這個選舉啊,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喜歡選舉的國家 幾乎每兩年就會有一次大選 也使得選舉幾乎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這麼頻繁的大選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選舉它其實最主要有四個功能 包括選出公職人員、影響政府政策、 合法取得政權以及展現責任政治 首先我們就趕快從選出公職人員開始吧 因為有了選舉,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選舉 加上判斷這些候選人的條件以及政見後 選出我們覺得最適合的人選 來代替我們立法或是擔任首長 舉例來說,2016年即將就要選總統 我們可以從這三組候選人當中 選出我們覺得最適合領導台灣的人來擔任總統 這就是選舉、選出公職人員的功能 其次是影響政府政策 因為在選舉的過程中 候選人都會提出他的政見 或對於特定政策有自己的想法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藉著選票 來表達對於這些議題的立場 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 我們一樣舉選總統的例子 三位候選人針對許多面向都提出了政見 那麼選民就可以參考這些政見 去選擇自己覺得最合適的那個 去把票投下去 如果這個當選人有足夠的能力已經誠信 那麼這些政策就會成真 所以說我們可以藉由選舉來達到影響政府決策的目的 第三個是合法取得政權 藉由選舉的過程 這些當選的人們都是得到相當多的人民支持 才可以成為為我們服務的人 所以他們可以藉由選舉來取得政治的合法性及正當性 同時也因為有選舉 我們的政權才可以和平轉移 舉例來說台灣在2000年選出了陳水扁、呂秀蓮 2008年選出了馬英九少萬長 台灣經歷了這兩次的政黨輪替 他們都因為獲得了較多的選民支持 因而取得合法性及正當性成為領導人 最後選舉有可能展現責任政治的功能 怎麼說呢? 因為選舉可以淘汰做不好的人或黨 如果他們做不好就可能會敗選要負起責任 舉例來說 在2014年的縣市長選舉當中 因為國民黨的施政失敗 所以造成了大多數的縣市成為了民進黨執政 也讓國民黨付出慘痛的代價 並由當時的黨主席馬英九宣布承認錯誤 在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一個政黨或是人做不好的時候 我們手上的選票是真的有能力去制裁他們的 所以說千萬不要閃開自己未來手上珍貴的選票喔 今天的公民丁就到這邊 如果你想要給予公民丁更多的支持 歡迎你到我們的Facebook按讚 也可以到YouTube頻道訂閱 只要搜尋公民丁就找得到囉 公民丁我們下次見